我妈有个记筹本 正面记录着养育我的费用 反面记录着我忤逆她的行为 在她的本本里 我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讨债鬼 小贱种 不孝女 她一边盼着我能给她回报 一边又盼着我死 后来 我死了 我被偷干了心肝脾肺身 留给她一副空空的皮囊 和一张八十万的银行卡 妈妈 我把钱和命都还给了你 所以 你满意了吗 除夕前一天 下了场暴雪 艰难的敲开房门 我妈跟宋初威出现在眼前 宋初威是我表妹 比我小三天 舅舅舅妈车祸去世后 就一直养在我家 我爸妈都很爱她 很爱很爱 看见我的装扮 我妈冷笑一声 又不是什么文化人 学人家戴什么眼镜 再怎么装文镜 也是个交际花 看来 这又是她给我取的新外号 她有一个记筹本 正面记录着养育我的费用 反面记录着我的武力行为 在那个本本里 我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讨债鬼 小贱种 不孝女 孰亲 又要多个交际花了 血水顺着脸往下躺 我的手脚都动得没了知觉 可他们就这样站在门口 像对待一件劣质商品似的 对我平头论足 直到我爸裹着一身油烟味从厨房钻出来 才将我拉进屋 他抹了抹脸 脱下围裙塞到我手里 怎么这么晚才到 别愣着了 赶紧做饭去 厨房的门被我爸关上 隆隆的油烟机声响起 却挡不住他们三人的欢笑声 那声音听在我耳朵里如同击鼓 震得我心头发麻 突然 我手一歪 一瓶酱油倒在地上 瓶子碎裂的声音响起 我妈第一时间冲了进来 不由分说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陈书言 不就是让你做炖饭吗 你至于摔摔打打的 干什么 我说你不对吗 拉着个死人脸给谁看 妈妈 这下你说对了 我的确快死了 眼镜被打到地上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我摸索着去找 酱油瓶子割伤了我的手指 我妈还在唠叨 不爱回就别回 是我耽误你出去卖了 弄得像我欠你八百掉似的 我将眼镜戴上 站起身来 在围裙上胡乱擦着手上的血 闷着头说 妈 谁放假了不想回家 是我不想回来吗 你不给我生活费 我不在外边打工 拿什么教学费 还有 我没有摔摔打打 也没有办文静 我只是病了 妈妈 我病了 脑儿晚七 肿瘤压迫了我的神经 我的视力和行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可我妈没让我把话说完 说什么病病病的 大过年的真是晦气 早知道这样 就不该让你回来 我苦笑 已经回来了 忍忍吧 我妈嗷的一声 神除她刚涂过红指甲油的手指 狠狠划过我的脸颊 老陈你看看 这就是你闺女 她一个做女儿的 竟然让我这个当妈的忍她 你说 我要忍到什么时候 忍到我死就好了 我蹭了蹭脸上被她划出的血痕 在心里轻叹 其实刚才那句忍忍吧 不是说给我妈听的 我是在跟我自己说 忍忍吧 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了二十二年 不差这几天了 等我死了 就都不用忍了 我爸和宋初威将我妈拉到卧室去哄了 我将受伤的手指在水龙头下冲了冲 接着做饭 饭菜做好了 全家人落座 我爸给每个人都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我却重新加回给她 这半年来 我每天都在吃纸糖药 胃已经吃坏了 现在只能吃点青粥小菜 我妈怕得把筷子一摔 陈书妍 你弄这副样子给谁看 是家里人虐待你不让你吃吗 我爸也黑着脸 书妍 你怎么一回来就惹你妈生气呢 好好吃顿饭不行 这糖醋排骨你从前不是最爱吃吗 怎么就不吃了呢 爸爸 我已想吃 可是 我吃进去会土 宋初威在一旁火上浇油 姑父 可能姐姐在外边吃到更好吃的东西了 就不喜欢排骨了 我妈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你这人啊 就是任性 想吃的时候一次吃一盆 不想吃的时候一口都不动 能吃一盆排骨这件事 是宋初威给我定义的 我曾经在舅舅家住过八年 那八年里 只有放寒暑假的时候 我妈才会把我接回县城 宋初威爱吃糖醋排骨 所以我舅妈做的最好的 就是这道菜 可是 无论她做多少次 我都吃不到一块肉 能吃到一点汤汁拌饭 已经是她给我最大的恩赐 我没抱怨过 只是每一次舅妈做这道菜的时候 都会到厨房去 偷偷滴血 因为我觉得好吃 我想做给我妈吃 舅妈不高兴 每次都会骂我 你怎么这么馋啊 就跟野狗一样 一闻到肉味就往厨房钻 狗吃屎 你吃不吃啊 舅妈骂得难听 可为了学做菜 我忍着 终于忍到放假 宋初威和我一起被我妈接回家里 我献饱一样的给我妈做了糖醋排骨 我妈一边吃一边欣慰的说 看来你舅妈真是没亏待你 做得这么好 一看就是平常没少吃 那天 我终于分到了两块肉 我小口小口的吃着 想细细品尝滋味 我妈看到了 突然厌烦的皱起眉 拿筷子打掉我手里的肉 陈书妍 你舅妈给你灌成什么样了 排骨都吃腻了 结果还没等我哭 宋初威先哭了 姑姑 我妈偏心姐姐 每次一盆排骨都给她吃 我只能吃一块 我傻在那里 而我妈根本没容我辩解 她直接把那一盘子都给了宋初威 甚至连汤汁都没给我剩下 我爸怕我妈生气 又将排骨夹给了我 我闭上眼 用力咬了一口 尽管已经仔细地咀嚼过 但当肉滑过胃壁时 还是像吞了炭一样 活辣辣的疼 我的胃开始抗拒地往外挤那一小块肉 我深吸气 告诉自己 忍着 不要吐 而这时 我妈却看着我紧敏的嘴角 将好一点的菜都摆到了宋初威的面前 初威 来 她不吃压倒 咱们吃 我叹了口气 我真是差劲 原来想着高高兴兴跟他们过个年 死了也算给这一家人留个念想 结果 他们可能更恨我了 我妈泄愤式地吃着肉 她咀嚼的动作让我再度恶心起来 有胃痛牵着 头痛如海浪一样汹涌地袭来 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 当初就应该再生一个 我妈的嘴一直没闲着唠叨 一直在努力抵抗疼痛的我 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你不是试着生过吗 六岁的时候 我妈怀过二胎 就是为了养胎 才把我送到了舅舅家 只是怀孕四个多月时 那个男性胎儿停止了发育 医生说我妈是癌痫性血 投胎一般没问题 二胎的溶血几率非常高 我还记得 流产后 我妈跑到舅舅家 我以为妈妈来接我回家 笑着扑进她怀里 我妈却给了我两巴掌 抿着我的耳朵 将我扔进舅妈家的玉米楼里 圆满满的齐齐整整的肚子散了 晒干的玉米接二连三 砸到我身上 转眼我就被淹没 可我妈没来拉我 她只顾着叫骂 陈书妍 你倒是聪明 知道急着来投胎 你弟要是有你这心眼 赶上第一胎 命不就保住了 你怎么那么坏啊 那天 我被舅妈和我爸 从玉米堆里刨出来的时候 脸憋得轻紫 手指骨折了三根 我被送到镇上医院 我妈看都没看我一眼 直接回了县城 并且 她不肯把我再接到她身边 而是直接丢给舅舅舅妈抚养了 我的话让我妈发了疯 她掀翻了桌子 哭天枪地 送出为陪着我妈落泪 痛苦嘚瑟瑟发抖 陈书妍 你的心是什么做的 你已经害死了我爸妈和哥哥 现在还要把姑妈和姑父气死了 你才满意吗 你还有个为人子女的模样吗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看看 我是多么讨厌又多余的人了 我先行到了妈妈肚子里 导致二胎的弟弟无法存活 然后我又是个花钱大手大脚 私生活不前点 才初中就要与人私奔的女孩 而我的舅舅舅妈和表哥 就是在那次阻拦我私奔的过程中出了车祸 而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那天 我也在车上 只是我命定 虽然受了重伤 却扛过一劫 可当我醒来时 迎接我的 却不是妈妈失而复得的拥抱 她扯掉我的氧气管 拔了我的输液针 还给了我无数个耳光 贱人 婊子 因为你 老宋家的根断了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不是你 那一刻 我都希望死去的是自己 可我却一直苟延残喘地活到了现在 即便活得都不如一条狗 妈妈 你忍了这么多年 真是委屈你 辛苦你了 饭是没法吃了 我爸重新去煮了面 三碗 没有我的饭 他们在茶几上吃面 我默默收拾着被打翻的饭菜 手机铃响起 我看了一眼 抓起来 去了阳台 电话是我的主治医生打来的 陈书妍 你确定放弃治疗吗 虽然是晚期 我们也可以再试试的 最起码你会少一点痛苦 黄教授 我没钱 我直接拒绝了 那边沉默了 我低声说 黄教授 谢谢您 不过我真的决定放弃了 还有 上次我拜托您有常捐献器官的事 黄教授叹了口气 你这种多个器官捐献的 正规图境补偿款能拿到一百多万 如果受捐者有意愿 还可以更多 我只要八十万 是的 我只要八十万 因为我只欠我妈八十万 这个数字是我上大学前三天 我妈精确给出的 也是那天我才知道 我的每一笔花销都被记录在册 一根头绳五毛 一套校服一百二 住在舅妈家时每个月生活费一千八 甚至我用过几根牙签 都有明码标价 除了记录花费 我妈还记着仇 是真的用笔记下来的那种记仇 在本子里写着我吃一盆排骨的事 祖兰弟弟出生的事 还有我放浪行骸 导致舅舅家三口殒命的事 我妈将我的花费汇总 而后加上她操的心 生的气和记得这些愁 经过周密计算 得出八十万的数字 那天 我妈将厚厚的硬皮笔记砸到我脸上 看看你 吃我的喝我的 却长成了我的仇人 从今天起 自食其力吧 已经成年了 我不会再管你 另外 你欠我八十万养育费 记得早点还给我 从阳台回来 送出慰问 姐 大妈鬼鬼祟祟的 交男朋友了 我妈拿鼻子哼了一声 那双三脚眼对着我翻了翻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谁会看上她 她的男人能叫男朋友 充其量算是拼头 有时候 我真希望她不是我亲妈 因为这样 我可能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这时 我妈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转向宋初威 笑弯了眼 宝贝 你和婷子什么时候订婚 我的妈妈 她脸上就像带了画皮 丑得对着我 美得对着妹妹 切换自如 宋初威撅起了小嘴 她妹妹身体不好 这段时间会做个手术 等手术过后吧 宋初威找了个富二代 已经快谈婚论嫁了 所以老天爷 你公平吗 为什么她那样天生恶毒的人会一帆风顺 而我这种人 却只配在烂泥里挣扎 我妈拍拍宋初威的手 宝贝 你驾照不是考下来了吗 明天姑妈送你个订婚礼物 我算过了 交全款的话 那辆车一百出头就能拿下来 我擦地的手一顿 抬头盯着我妈 缓缓开口 生意遥远的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 妈 你不是说家里没钱吗 半年前 我因为一周内连续晕倒三次 被导云强行送到医院 检查后才知道 我脑子里长了个瘤子 医生说要马上手术 当时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 我病了 需要手术 手术费用的十万 你能不能先借给我 可还没细说 我妈就抢白道 家里哪有钱呢 你表妹腿疼好几个月 一直忍着都不去看 你头疼有什么可看的 别想在我这儿骗钱 别忘了你还欠我八十万呢 所以 他们没钱给我十万动手术 却有钱给送出威买一百万的车 我妈被我的质问激怒了 她走过来 夺过我手中的脏麻布拍到我脸上 你也配跟你妹妹争 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破烂货 想要钱是吗 你不是会偷吗 你怎么不去偷啊 偷不到是吗 你不是还有那么多男人吗 怎么不去找他们要啊 我 我明白了 你也不值钱对吧 一天天的也就只配让人摆玩 她的嘴叠叠不休 小偷 破烂货 这两个名声从初中起就伴随着我 整整十年 如今我从初中到高中 再到大学 同学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我妈却时不时就会提起 因为 她要让我铭记 一辈子 我妈把我骂吐了 我摊在地板上 痛苦的蜷缩成一团 我妈却看着我的呕吐物 大骂我恶心的像投猪 她拉着爸爸和宋初威出去透气 勒励我尽快清理干净 半个多小时后 他们回来了 那时我已经擦好地板 正抱着手机看黄主任给我发的信息 我妈进来 手里拎着一箱牛奶 我听见她跟我爸说 初威喝牛奶过敏 明天转送给别人吧 原来出去这功夫 他们收了箱牛奶 我爸摆摆手 这东西送你拿不出手 留给舒颜喝吧 我妈冷笑着将牛奶扔到我身边 看你天天跟着你妹妹借了多少光 初威对你这么好 你却连条裙子都不肯让给她 我抬头 呕吐过后的嗓子干哑得快冒烟 妈 你可真记仇 这事过去多少年了 你还记着呢 对 我怎么忘了 我妈有记筹本啊 连我放学晚回来两分钟都能被记上 何况裙子这件事呢 住在舅舅家那几年 每次假期回城 舅妈都会将我和宋初威的衣服调换 给我穿新的 她穿旧的 惹得我妈心疼宋初威 每次都带她去买新衣服 有一年过年 爸爸的同事从香港回来 送了我一条拖地的公主裙 那裙子特别漂亮 我穿着也合身 我因此兴奋地整夜没睡 就等着第二天穿出去给邻居拜年 结果我起床时 发现裙子和宋初威一起不见了 我妈的房间传来缝纫机的声音 我的心跳得比缝纫机的声音还腻 哭着冲到我妈房间 发现我妈已经把下摆剪短了一截 正在收鞭 而宋初威则一脸期待地等在旁边 妈妈 别捡我的裙子 我扑过去 直接将手伸到了缝纫机下面 缝纫机的针扎进了我的手心 手掌被穿透了 血冒了出来 我死死抓着 不肯松开 我妈尖叫了几声 将我的手解救出来 她没接着带我去医院 而是踹了我两脚 你是不是疯了 别搞还护士 你就妈对你那么好 好衣服都给你穿了 你妹妹就喜欢这条裙子 你就让给她 能怎么样 妈妈 你不知道 这才是我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新裙子了 那天 我没忍住委屈 大声告诉我妈 说舅妈虐待我 我吃不饱也穿不暖 美好的一切都是假象 可我妈说什么 陈淑妍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就因为一条裙子 你就这么污蔑你舅舅一家人 你舅舅舅妈是乡里出了名的老实人 怎么可能虐待你 是啊 他们的确是出了名的老实 甚至老实到窝囊 可是 人总要有个发泄的出口 我舅舅舅妈也不例外 他们在别人那里天天吃亏挨欺负 所以回家就要在我这里出气 在我这里占便宜 妈妈 难道你真的想不到吗 雪下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我爸被社区的人喊出去清雪 我妈蓬乱着头发跟着起来 她走到沙发旁 狠狠掐了我一把 熬夜晚手机 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 弄得我也没睡好 你诚心的是吧 上大学后 我妈把我的东西都扔了 或是腾给了宋初威自己 我再回来 只能窝在沙发里 我妈掐得我很疼 但这疼比不上头痛的万分之一 我希望她别再唠叨 气弱油丝地告诉她 半夜晚手机喝水上厕所的时送出轨 我妈愣了下 冲着在门口穿鞋的在我爸压低声音 你小点声 初威昨天睡得晚 别把她吵醒了 我爸点点头 轻轻转身关上门 我妈低头看着我 没好气的支持我 别装死了 赶紧起来做饭 她捏手捏脚地去了厨房 我强撑着起身 洗了把脸也跟了进去 白痴灯罩在我腹肿的脸上 我妈瞥了一眼 突然 她惊叫着开始后退 你 你脸上怎么回事 怎么全是红斑 宋初威到底被我妈吵醒了 她睡眼朦胧地出来 差点与我撞到一起 我妈尖叫着把她拉过去 初威 你离她远点 她脸上是什么东西 手上好像也有 我清了清嗓子 妈妈 是要诊 料污过敏的反应 我看着她们惊恐的表情 忽然在想 如果我现在靠上去 是不是都能把她们恶心死 宋初威眼睛里都是泪 她躲在我妈身后 姑妈 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姓 病 艾滋 我妈大叫一声 我笑了 宋初威 这么有经验 你得过 我妈被我的笑激怒 操起锅碗瓢盆朝我砸过来 你以为别人都像你那么贱吗 滚 现在就滚 惹了一身脏病回来 想害我们是不是 她拉着宋初威冲出去 迅速戴上口罩手套 抓起我的行李箱和外套 扯着我进了电梯 难怪昨晚吐了 你这是怀上小杂种了 我站不稳 我妈用脚抵着我 不停地骂 你这人怎么这么坏 得了病死外面就好了 回来搞传染这一套是什么意思 你就这么恨我吗 不是 妈 我没有 别赶我走 最起码让我在家过个年 我卑微地祈求着 过年 你此外便去过吧 便踢门开了 我妈将我猛地推了出去 我不倒在雪地里 身上只穿了单薄的秋衣秋裤 光着脚 劈头散发 行李箱和外套被我妈扔了过来 外面那些清雪的人纷纷围上来 我动得牙齿打扎 抓起外套往身上逃 妈妈 我真的希望就这样死去 死在你的小区里 死在你的楼下 死在你的眼前 死在你的冷漠和给我的屈辱之中 围观的人开始议论 却没人来拉我一把 包括我的亲爸 他只是走到我妈身边 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我妈竟两腿一弯 普通跪在了我面前 他声泪俱下 舒言 妈求求你 放了我们一家吧 再这样下去 家里人就都别想活了 他没说我得了脏病的事 不是想给我留脸面 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脸面 大家都去拉我妈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都将枪口对准了我 指责我不笑 谩骂我叛逆 因为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错的肯定都是孩子 那么多双眼睛 那么多张嘴 一起吐着坚韧 一下下地搁在我的心上 我疼 疼怕了 原来我以为脑癌的头痛是这世上最可怕的 现在我才知道 不及我如今心痛的万分之一 我摇摇晃晃起身 光着脚 拿起行李 转身朝大门走去 身后 我妈又开始跟别人抖落我的那些旧账 又说到了我舅舅一家的死 她想告诉大家 我这样的女儿 白生白养 死不足惜 我亮呛着转头 妈 舅舅一家的愁 别记在我身上 他们不是因为我而死的 他们是自作自受 遭了报应 我妈嚎叫着起身 想扑上来撕打我 可看到我的脸 又退缩了 我看了看天空 那里真干净 不知道我死了之后 能不能去到那片净土 低下头 我扯出一个笑容 妈妈 你知道出车祸那天 他们带我去做了什么吗 不知是我那个难看的笑 还是我的话震慑了我妈 她安静下来 眼神迷茫 陈书妍 你在说什么 我冲送出为台台下巴 问你的好侄女吧 她什么都知道 转身 我拉起小箱子 脚被冻到麻木 心也麻了 我没时间跟他们掰扯酗酒 因为我知道 我不行了 我的身体 就是陈年旧房里的一个清欢宴品 被风吹日晒雨淋多年 早已经满是裂口 不碰她 就那么摆着 或许还能坚持个十天半月 可如果被我妈给摇晃了不知多少圈 她马上就要碎成渣了 去门口超市买了双面拖鞋 国大最近的一班高铁回了自己上大学的城市 五个小时后 我躺到了手术室里 手术室里温度不高 我却觉得好温暖 因为黄主任和护士们好温柔啊 脑子越来越沉 沸暗来临的那一刻 我听到护士问黄主任 前两天情况不是挺稳定的 还说自己要回家过年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黄主任轻叹 她没有求生意志了 真可怜 可怜吗 不 这已经很好了 最起码我死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人陪我 还能死在宽敞干净的手术室里 比从前我想过的那些死法强多了 这些年来 我不是没想过放弃自己成购比康的人生 只是每当到了我想告别的时候 都有一些温暖让我坚持了下来 有时候 因为听到别人的妈妈叫她女儿的一声宝贝 有时候 因为流浪妈蹭了蹭我的小腿 但是我从来没因为自己的家人而放弃寻死 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我寻死的原因 而不是我活下来的救赎 后来老天眷顾我 他心疼我在这个淤泥般的世界里挣扎 替我做了决定 他让我得了脑癌 多好啊 我在手术室里 身体皮肤都被消毒 我烂了22年 终于可以干净地死去了 全体医护人员朝着我的一体鞠躬时 我妈正在吃午饭 关于我临走时放下的那句话 她并没有去找宋厨为认真追究 现在她吃着酸菜鱼 突然心脏就憋闷了起来 我爸慌了 想带她去医院 她摆了摆手 没什么大事 还不是被陈书妍给气的 妈妈 并不是 你心疼 是因为我死了 虽然你并不爱我 但是血缘还是释放了这一点点的感应 对不起妈妈 记你生下我后 第二次让你感觉到痛了 忍一下 以后不会再有了 缓了一会儿 我妈舒服了些 但是表情还是奄奄的 她问宋初威 明天要去停芝加拜年吧 给你准备点什么好呢 宋初威摇摇头 刚才通过电话 她妹妹突然接到通知去换肾了 整个年都得在医院过 大过年的换什么肾 我妈皱着没问 她血型特殊 跟姑妈你一样是癌阴性血 肾缘不好找 听说刚好配上一个 是脑儿患者 今天死了 直接就把肾换了 我妈饿了一声 责怪宋初威 这是你怎么不早说 书缘不也是这个血型 可以让她去做配型啊 万一配成功捐了肾 往后你在婆家腰杆也直 她怎么可能同意呢 宋初威撇撇嘴 可实际情况是那富二代一家根本没把宋初威放在眼里 人家把女儿的病当成隐私 从没具体透露过她 只是今天做了手术 宋初威又一直不停地打听 那富二代才说了出来 我妈放下筷子 叹了口气 是啊 她就是个自私鬼 只想着自己 怎么可能为了你去给人家捐肾 提到我 她一脸晦气 她不会想到那富二代妹妹授军的身 就是从我身体里拿出去的 电话铃不合十一地响了起来 打断了我妈对我单方面的责骂 我爸接起 你说什么 对方又复述了几次 我爸挂了电话 表情污染 谁啊 说什么了 你说话啊老陈 到底怎么了 我妈就跟个年三十的炮仗似的 一连串的追腕 这还是人民医院打过来的 他们说 舒颜她 死了 我妈吃笑一声 是不是还让你交住院费了 现在这诈骗犯不过年吗 年三十还加班 我爸那那的 没有住院费 还说要给咱们八十万 他们说舒颜死了 打气官军了 国家给补偿了八十万 一阵沉默 我妈一拍桌子 放屁 现在这诈骗犯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 大过年的众人家死人了 我妈冲到我爸身边 拿起手机 重新拨了回去 那边接起 照就将我死去的信息告诉了我妈 我妈愤愤放下电话 上网核查了电话号码的真伪 而后 长久的沉默 我爸将我妈拉到沙发上 要不 咱们明天去看看 万一是真的呢 就算不是真的 咱就当去省城玩一圈了 对了 平之的妹妹不也在海市住院吗 咱顺便去看一看 也算礼节到了 我妈安了一生 答应了 黄主任亲自接待了我的父母 他将我签下的那一笔资料拿给我妈看 而后递给她一张卡 这里面是补偿款 八十万 陈书员特意叮嘱我 等她死后 将这笔钱转交给您 她说 这是她欠你们的 在她死之前 终于还清了 我妈的指尖碰到卡 像被烫了一样的蜷缩了一下 八十万 这么多 黄主任摇摇头 书员这孩子心善 原本不止这些 但她说她只要八十万 剩下的器官 她不要补偿款 完全免费捐献 我妈猛地抬起头 你说她 不肯多要钱 转头 她扑进我爸的怀里 老陈 这孩子是得多恨我啊 她就这么走了 明明可以多给我留点钱 却都捐了 我生她养她一次 一身的血肉 让她八十万就卖了 我爸安抚着我妈 问黄主任 主任 这孩子自己做的主 我们不清楚 现在我们想把剩下的钱要回来 还有没有可能 抱歉 陈书员已经签过字 不可能了 黄主任礼貌地告辞 关门的时候 摇了摇头 我爸无奈 把我妈扶起来 已经这样了 咱们先得把书员的后事解决一下 别让医院看笑话 直到这时 他们都没问过 我是什么时候得的病 治疗方案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只是在拿起死亡证明的时候 他们才看到 我得的是脑癌 我化成一小盆骨灰 被爸妈带回了家 造理是要办的 他们开始找我的照片 可翻遍了家里 也没找到一张 我爸问我妈 之前他的东西不都是你扔的吗 你就没留一张照片 我妈不大高兴 她又没有照片 我拿什么留 是啊 我没有照片 除了这张身份证 这个世界几乎没我的什么痕迹了 小的时候 一直在乡下养着 那些年 我在学校没得过任何荣誉 所以没有证书 一张证明照都没拍过 为什么没荣誉 因为我是个馋嘴的孩子 是个小偷啊 那时候 我舅妈不给我吃东西 她说 要想小而安 三分鸡与寒 所以她不肯给我吃饱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宋初威却不用忍计挨饿 饿得难受的时候 我会去喝红芳汁 后来被舅妈发现了 那瓶红芳也不见了踪影 她骂我是个馋鬼 这话被宋初威传到了学校里 大家为了看我的馋样 就把吃上的小零食分给我 我不知道这背后是满满的恶意 吃得津津有味 在大家哄堂大笑后 还傻傻地跟着一起笑 同学们的耍戏 并没有让我感到难堪 只要有吃的 我就很开心了 有一天 我体育课后第一个回教室 发现桌上放着半包干脆面 我以为又是同学送给我的 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结果一个同学回来后 大哭着去找了老师 他说干脆面他放在了自己的书桌里 是被我偷去吃的 小小的我不知该怎么证明自己 后来在宋初威的建议下 我给那个同学道了歉 我舅妈又赔给人家一包干脆面 从那时起 我嘴馋还手脚不干净的事 就烂了口食 所以老师厌恶我都来不及 怎么会给我荣誉 让我美美地拍照呢 我妈把身份证照片放大 给我做了一项下葬之后 他将那八十万取出来 存到了自己的卡里 他拿出记仇本 给我添了一个新的罪名 记仇 对 他说我记仇 因为我只肯给他留八十万 多可笑 我心心念念的 希望我死后 能用这八十万买断他之前对我的仇恨 没想到 又给自己添了辉煌的一笔 邻居知道了我的事 都来安慰我妈 我妈眼神空洞 哭不出来了 眼泪都哭干了 你们说这孩子心有多硬 生病了都不肯告诉我们 到了死 还是让医院通知我们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怎么忍心 妈妈 你怎么忍心的呢 我死 你只哭了一场 还是在医院里听说我只给你八十万的时候 为钱哭了一场 从始至终 你都没为我流过一滴泪啊 邻居跟着我妈愤愤不平 他们在一起数落我的不是 可是很快 他们就闭嘴了 因为在一个社交平台上 一个署名陈淑妍的账号 发布了一条视频 账号是我的 视频是我决定要捐献器官的时候 提前录的 设置了定时发布 第一条是初一发出来的 经过几天发酵 才上了热搜 有幸被这些人看到 视频里 我形容憔悴 但却笑望着镜头 妈妈 宋初威有没有告诉你 那年舅舅舅妈和表哥 带我去做了什么 我猜 他一定没说吧 或者 你根本没问 对吗 妈妈 由我来告诉你吧 那天 并不是我要与人私奔 我怀孕了 我自己从舅舅家偷着跑出来 想跑回县里跟妈妈你求救 可是 舅舅他们把我抓到了车上 他们把我带去了黑诊所 给我做了流产 妈妈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肚子里那个孩子 是表哥的 表哥比我大四岁 从我九岁起 就开始猥亵我 开始 我告诉了舅妈 舅妈非但没有教训表哥 反而给了我两巴掌 说我是个贱货 勾引他儿子 他警告我 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 也不许告诉我妈 后来 我又把表哥欺负我的事告诉了舅舅 舅舅就跟舅妈商量 说要把我送回县里 但舅妈不愿意 因为那时候 我妈每个月都给他一千八百元的生活费 他省着点花的话 一千八能够他花四个月 当然 省都是省在我身上 不会省在他自己家人的身上 其实 我妈知道我花不了一千八 但她偏疼我舅舅 明立案例算作接济他们了 可是 反过来 她却将这一千八全记在了我的身上 记在了那个本本上面 舅妈不同意把我送回来 舅舅也就默认了 表哥欲加肆无忌惮起来 舅妈怕这样下去早晚出事 别让宋初威去学校造我的黄瑶 想着就算东窗事发 也可以轻松替他儿子脱罪 后来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想跑回家 带着肚子里的小孩 这样我妈就会相信 我真的被表哥欺负了 但是 我没有成功 我半路被抓了回来 宋大黑诊所留掉了我的证据 回去的路上 他们怕我跳车 将我五花大绑 还上了安全带 所以 车祸来临时 他们都死了 我却苟活下来 我以为我的天变景了 可是不幸的是 宋初威告诉我妈 这起车祸是由我引起的 是因为我要私奔 我妈甚至没去调查 我究竟要和谁私奔 就给我定了嘴 出院回家的那天晚上 我听到她跟我爸说 自己的女儿算是养废了 反正我们也欠我哥一家的 从今往后 就把初威当亲闺女养吧 我爸安了一声 同意了 那晚 宋初威也听到了这些话 她笑着在我耳边说 看看 你爸你妈不要你了 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去死吧 去给我爸妈和我哥陪葬吧 好吗 我当然不肯给一群畜生陪葬 于是 在我们重新在县里入学后不久 我是个破鞋的时就被宋初威散布开来了 人云亦云的年纪 遇上这种事儿 不骂上我一句 好像就与我是一类人了 所以 当我和同桌多说了两句话 就被好几个同学举报给了老师 老师原本没想找家长 只是私下教育了我一顿 可那天宋初威午休时就哭着跑回了家 跟我妈说我又早恋了 说她因为我在班里抬不起头 于是我妈气势汹汹赶到学校 将趴在桌子上午睡的我提了起来 见人 这么小的年纪就天天想着男人 你知不知道 你妹妹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被我妈打趴在地上 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同学 那天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原来陈书言是个骚货 这件事不是谣言 因为他妈妈都这样打他骂他 同学开始疏远我 但是社会上的小青年 却由于得知我的鼎鼎大名 越来越频繁地拦我 于是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名声越来越丑 我将这些事 娓娓道来 我妈震惊地听着 都忘了去抢夺邻居的电话 妈妈 你总骂我是个贱货 我意图你就说我怀孕了 可是妈妈你知道吗 在他们带我去黑诊所的那天 我就在没有生育功能了 这么多年 我努力迎合你讨好你 可是 我好像无论做什么 都是错的 我说 妈妈 我做这些 不是想报复 因为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 当事人都死了 我自己也死了 报复谁都没用了 妈妈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的女儿没有那么差劲 我想让你 别再恨我了 毕竟我已经死了 你如果带着仇恨生活一辈子的话 会很难过啊 妈妈 我都希望能听你叫我一声宝贝 叫我一声乖乖 可是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听到了 从而始起 我妈对着我的那张脸 永远都没有笑脸 时间久了 她的脸上都刻上了那种厌恶的纹路 即便没再生气 看起来也十分的不友好 我以为 我妈就是这个样子 不爱笑 不爱表达 直到我见到她对表妹微笑 宠溺地摸她的头喊着宝贝 我才知道 我妈不是不会表达 她只是 不想对我表达 她根本就不爱我 邻居们摇头叹息 抹着眼泪走了 太可怜了 你们记得她被她妈赶出去那天的样子吗 连鞋都没穿 这是什么父母啊 孩子得了脑癌 他们都不知道 养了一只狼崽子在家 把自己亲闺女搓磨死了 太狠了 反正这样人我是不敢再处了 你们随便 我也不处了 对自己闺女都不好 对谁能好 所以啊 妈妈 你看看 口水的威力有多大 你听着这些话 心里难过吗 我当年就是这样 被人一口口地吐着唾沫 差点将我淹死 我在您那里 经历那么多打压贬低和辱骂 我一点点变得自卑讨好不善言辞 我想变成尘埃 小到让人看不见 可是 就算全世界都放过了我 你也不肯放过我 妈妈 如果您拿这把子力气来拯救我 该有多好啊 我的视频 引起了轰动 还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 纷纷在视频下留言 证明我不是薄流量 我真的是一个得了脑癌却无前医治 在死的时候还将全身能用的器官都捐了的可怜姑娘 我爸开始指责我妈说我妈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当初书员说过说他就妈虐待他 你为什么不信你要是早把他接回来会有这种事 我妈反唇相机不是你妈因为二胎儿子没了 一直暗戳戳的说是女儿把他的位置抢了 你别以为你装狼好人就是真好人了 天天你装枪我放炮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爸继续戳他心窝子 好 过去的事 我们各占一半责任 那他生病这事呢 他不是给你打过电话 说他要手术吗 你为什么不肯把钱借给他 我妈咳了一下 他天天撒谎 我哪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想骗钱去养小白脸 我爸沉默了 我妈顿了一会儿 或许 他打小儿时后起 就没撒过谎 说的都是实话 可我怎么知道啊 他就那个闷葫芦脾气 骂他他就不肯多争辩一句了 生病这事也同样 他为什么不把诊断书给我发过来 我不给钱 他为什么就不肯再求求我 这是能怨我吗 还不是怨他自己 我爸摇了摇头 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卷呢 他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他们做了一件能让我心里舒服点的事 哦 不 我已经死了 我是否舒服并不重要 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心里舒服 做了那件事 他们把宋初威赶了出去 我妈将他的行李扔了 一包一包的衣服 鞋子化妆品 躺在雪地中 很是壮观 狼心狗肺的东西 趁着我还不想杀人 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宋初威不肯走 姑姑 姑父 为什么不肯信我 陈书院是瞎说的 我哥根本就没欺负过他 我妈拿出我的那条视频 指着下面的留言 瞪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那下面 是几位网友的留言 全是当年舅妈那个乡下的 他们说 见到过我 表哥猥亵我 他甚至还给他们讲了各种细节 他们承认会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如果需要出庭作证 也可以配合 可是 表哥死了 我也死了 这个案子 永远不会开庭 只留下活着的人 接受良心的审判吧 宋初威哭着求我妈 行 就算我哥做过这事 我爸妈也虐待过他 但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妈怕的给了他一巴掌 你最坏 你跟你那个妈一样 当面一套背地一套 要不是你天天在我面前说书院的坏话 我怎么可能那样对他 他可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我妈说的没错 我舅妈就是会伪装的 他从来不在我妈面前直接说我的不是 他只会被我气得眼泪汪汪的叹气 而后我舅舅才会一份甜鹰的数落我 将我做过的那些措施摊开来 甚至在那个乡下 所有人一直都说我妈把女儿扔在那里养是在欺负舅妈 可只有我知道 我给他们全家提供了多少物质上和情绪上的价值 宋初威被我妈一巴掌给打懵了 她疼得直哭 看看温室里的小花一点吹打都经不起 才一个巴掌而已 就打哭了 姑妈 你不能不要我 停止那里也看到了视频 她查出她妹妹的事是舒颜娟的 现在他们家人死活不肯让我进门 她妹妹说如果娶我进门 她就去死 停止已经跟我提出分手了 我墨地方可去了姑妈 我妈狠狠地掰开宋初威的手 你活该 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嫁到那么好的家里去 墨地方可去了 墨地里有的是地方 要不你在书盐坟旁边挖个坑 我帮你埋 见人 快滚 我妈的嘴皮子 这些年骂我真不是白骂的 那些恶毒的话 一句接一句地往外吐 宋初威招架不住 收拾了行李滚蛋了 房子里空了下来 我爸闷头抽烟 我妈一遍遍刷着我视频下的评论 突然 她大叫一声 我爸冲过去看 我的账号下面 又更新了一条 这次 我没露脸 面前摆着一张纸 我手里握着笔 我在上面画了一张画 妈妈 我想画画 可能会很幼稚 因为我不会画画 我没参加过任何兴趣班 我对那些也的确没兴趣 因为在我最应该对事物产生兴趣的小学 我一直在饥饿与对表哥的恐惧中徘徊 如果说真的对什么有兴趣 那可能就是排骨和小裙子吧 对不起妈妈 我的兴趣很乐俗 让你感到丢脸了吧 我一边说 一边画 画了三个人手牵着手 怕他们看不懂 还特意标注上了 爸爸 妈妈 书颜 最后 我在右下角画上一颗小星星 写上了一句话 爸爸 妈妈 我永远爱你们 我妈哭了 哭得生死历解 她抓着我爸的手 说要去找我 说我还在发视频 说我没死 我爸看了看视频时间 七天 今天是他死后的第七天 过了今天 不会再有视频了 他特意找人咨询过 视频定时 只能七天 不会的 书颜还活着 他一定会再发视频的 我妈神色复杂 眼镜里有奇怪的火苗 正如我妈所说 又有视频出现了 但不是我的账号 是许多个 都叫陈书颜的账号 那里面的视频 都如我第二条一样 没有露脸 他们模仿着我的声音和笔触 编织着一个又一个 我与父母之间的故事 有温情的 也有虐心的 我妈每天都刷到这些 终于有一天 她撑不住了 她疯了 她光着身子冲向家门 见到女孩子就叫宝贝 将她受到干瘪的乳房 往人家脸上对 要给人家喂奶吃 我爸看不住她 只好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真是巧 是我曾经去看过病的医院 也是我的医生接待了他们 他们现在是名人 医生认出来了 将我妈收治入院后 那个医生交给我爸一张纸 那上面是我写的字 郁郁症 你好 这是陈书言写的 医生告诉我爸 他是个很有爱心的孩子 他给郁症改了个漂亮的名字 希望他能像美郁一样 给人带来快乐 而不是悲伤 我爸收起纸条 勾搂着身子道谢 出了医院后 泪如雨下 我爸爸送出威杀了 捅了六刀 而后 他将家里收拾干净 拿了一根绳子 吊死了自己 没人知道 他在做这件事之前 去我坟上看过一回 他抱着我的墓碑窟 告诉我说 他要去给我报仇 宋出威和爸爸都是你的仇人 我会把他们都杀了 孩子 下次别来找爸爸妈妈 我们是你的劫难 去找护好人家 去找能给你做英雄的父母 孩子 爸爸爱你 你的妈妈 也爱你 谢谢你爸爸 终于 在我们生命都终止的时候 你让我感到了一丝温暖 不管真假 我终于听到了你说爱我 真好